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所以现在很多科学也很发达啦 大家都很希望能够把自己的脸型塑造到 别人看到你的时候是非常欢喜开心的 好 我先跟大家打个招呼 好 太红 好 这个 这个是赵晶晶 好 我看到你了 好 还有一个呢 佩恩 哈喽 好 分享了 很好 太好了 谢谢 还有展龙 谢谢你的分享 那可不可以分享一下你是什么脸型 什么样的人会好命 这个跟前世也有关系啊 你的脸蛋出生的时候 你是什么样的脸型 你怎么这么样子 来来来 给老师咨询 你绝对不会是普通命 好 这个是 ECHO 是怎么念 echo 蛤?echo吗 OK 好 echo 好 这个是 诶 这是要 要拼命 好 下午好啊 你叫我妈咪 我就知道你是谁了 好 来 佩恩说我的脸型 跟老师差不多 啊那你好命 你好命 跟老师一样的都好命 好 你们通通写上 都是跟老师一样的脸蛋 呵呵呵 好不好 好啦好啦 啊 还有这个是谁呢 快上来 哈 这个是 鲁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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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鲁 你的名字好特别哦 嗯 可是呢自古以来好像 水人都没水名 为什么呢 那我们今天就开始介绍我们第一个 脸型 命指数有多少 大家都很喜欢去做这个医美 很多女孩子真的 然后使拼命的呢做那个什么 拉皮然后拉皮肤 然后把那个脸都拉得尖尖的 那就是瓜子脸 瓜子脸的人一看过去真的很讨喜 对不对 看到瓜子脸女人每一个男人都 我很想要追耶 老师也是瓜子脸啊对不对 有没有看到老师是不是瓜子脸 你们不要偷笑哦 但是 瓜子脸的女人虽然她的好命指数 是这个可以说是长得漂亮 但是她的好命指数只有60分 你一定会说老师为什么 因为瓜子脸其实基本上呢 她的天庭这个地方都很开阔 只是她的下巴的地方 是比较尖 我们讲天远地方才是很标准的满分 但是因为她下巴尖 所以呢她为什么只有60分 她从少年的时期 我们看点像的时候 她从这个天庭开始看 事业很好 因为这个比较宽 比较宽满 那事业很好工作能力很好 她的少年运都非常好 但是这个60分的缺点40分是怎么来的呢 因为瓜子脸的人呢她的下巴比较尖 尖的人呢什么事情都跟人家会计较的 会跟人家比较的也就是她心量比较狭小一点了 所以会跟人家争 只有60分 那40分我们就要把你少年得志的时候呢 所赚的所有的钱呢 稍微置产存起来 那你老年呢就会满分了 知道吗 好 接下来呢 第二个脸型 这是我最喜欢看的 也是我身上没有办法看到 我从小呢就喜欢看这种脸 好 圆形的脸 圆形脸呢 好命指数有多少 好命的指数呢 有这个90分 我在小时候读书的时候 我看到我们班同学 身材是瘦瘦的 但是她的脸就是圆的 然后呢碰回碰回碰回 这种人呢看起来就很讨喜 每一个人都很想要掐她的这个 这个这个腮帮子 那这种的好命指数呢 是90分 基本上这种人比较乐天之命 都是笑嘻嘻的 那她不会跟人家这个去计较 那她这一生当中 其实她的这个脸型呢 也有望夫的格局哦 因为呢她比较不会计较 然后每天呢就笑嘻嘻的乐天之命 那她所有的这个 人和做得非常好 所以呢 social很厉害 大家都会很喜欢她 好 但是呢她的这个 十分的指数为什么不好呢 为什么只有90分 因为呀 这种人乐天之命 她就是只有三分钟的热度 什么都是三分钟 包括连声器只有三分钟 她骂你的那一刹那 她转头她就忘记了 所以呢她比较不容易创造很大的事业 她是老公身边最好的助手 那她这一生呢 到晚年 她都运势都相当的好 得人疼 而且能够享清福的 好 接下来 我现在在跟大家打个招呼 好 有没有人写出她的脸型呢 老师 我是老了胖了 脸变得比较远 哎 我跟你讲哦 你们不要以为你胖了 那不是一件好事 哦 老师这张瓜子脸前是尖的 可是我现在已经变得有肉了 所以老来得福 所以这个后面的运势会越来越强 所以瓜子脸的人记得要增胖一点 好 我们现在开始增胖 不要减肥 好不好 老师现在胖到这个程度 是因为我要让她 瓜子脸不要显现那个 二十分的 这个四十分的不好 我要让她长肉 所以 如果刚刚这个 这个是谁 这个是苏玲 苏玲你说你是因为胖了 脸变圆了 其实我跟你说 那就是你老来福 不要显 但是身材还是要瘦一点 好不好 脸可以让她远一点 好 再来呢 这是谁 要不说你是瓜子圆 好哦 表示你的下巴有什么 有肉肉 对不对 这个是宇晨 国字脸 恭喜你 好宇晨这样讲到国字脸 我们就先讲国字脸 好不好 国字脸的人呢 这个 他的这个好命指数 有八十分 哇 所以呢 宇晨 我绝对相信 你是一个很有原则的人 对不对 你回答我 你做事非常有原则 而且呢 你的这个国字脸 四四方方 表示呢 你是一个领导者 什么事情都要按照你的节奏走哦 而且你是 不单单有原则 你在做事情呢 你天生就是一个会规划的人 都要照着你的节奏走 对不对 宇晨 你会不会这样子 你的好命指数是八十分 你会不会偷笑啊 老师只有六十分哦 我要承认我是那个 瓜子脸 好 那 国字脸的人 是很有责任感的人 但是 你的这个二十分 去哪里了 为什么少了二十分 因为你太过固执了 不懂得变通 所以在人和的部分 可能因为你的固执 你的执着呢 可能在沟通的部分 有时候 很容易呢 得罪人 你都不知道了 但是你是天生的领导者 你是老板的格局 我有一个朋友的太太啊 他自己本身就是国字脸 你知道吗 他是旺夫格局 女人国字脸是旺夫格局 他是可以 跟他的先生一起创业的时候 他是旺夫的格局哦 所以女孩子国字脸 你们不要看他 我那个朋友的太太就是国字脸 就他老公的事业真的做得非常好 都是因为老婆的那个福气的脸 好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 我跟大家打招呼一下 女生四方脸好吗 四方脸你可以长肉一点 就稍微有一点点的 不要那么的有角度 好 来来来我看一下 酸啊所以被嫌 雨晨你干嘛要对自己那么的没有信心呢 老师喝一口水 好 这个是水 娜娜 吃胖除了脸会圆 身体也会圆 很难 只胖脸 运动啊 娜娜 我现在也要开始运动 因为我为了要长肉 我真的有点胖了 好 好命就要均匀的丰满 对 就是那个浓仙合度啊 对不对 这一分则太肥 减一分则太瘦那个感觉 我跟你讲有点肉肉 但是呢 看起来又不是那种肥 这样子就好了 好不好 不要这么嫌自己嘛 我看你们都在嫌自己 我下额骨比较宽 现在老了比较长肉 很好 这个是那个贯乳 如果你下额骨比较宽 然后你有长肉 它会比较圆滑一点 那代表你这个晚年 经过了人生的历练之后 你开始长智慧 然后你也懂得 这个人和的这个协调了 所以你才会长肉 我跟你讲 信念啊 会呈现在你的脸蛋哦 你的领形是会变的哦 会因为你的信念 然后在你的心思想 到你的这个行为 跟人家的相处 这个都是 在我们前世今生 老师也常常跟你们讲这一点 所以你的脸型如果突然间 本来是四方方的突然间下巴长一点 比较有肉 然后比较方眼的话呢 那代表你的老来运会更好 而且你的财库的裤 你有守得住 没有要紧 表示你晚年了会非常有福气的 好 向有新生 对 亚平令 你很棒 你有被老师教会了 娜娜说好哦 出了脸圆 努力运动 对 娜娜我不知道你几岁 真的我跟你讲 到了一个年纪 女人要运动 好像也挺难的 地心引力真的很可怕 好 老师我的额头比较小 好 这个是谁 这个是 呃 GO 是不是 GO GOH 是这样念吗 哈哈哈哈 好 你既然讲说 你的额头比较小 不够宽 好 那老师现在就跟你们分享 最后一个脸型 它的好命指数如何 好 有一种脸 就是倒三角脸 好 倒三角脸 那个是倒三角脸型 三角脸啊 不是 三角脸啊 我们讲的倒三角 是那个瓜子脸 三角脸 好 这种好命指数只有50分 为什么 因为它这边是 这个尖 颠倒 跟瓜子脸颠倒了 那绝对它的额头 会比较窄 额头代表的是 我们跟父母 跟父母的缘分 还有一个就是 你的事业 你的文仓 全部都在额头 如果你的额头越饱满 表示呢 你的这个 未来的这个 事业的这个格局 是很大的 好 你们要不要看一下老师的 好 好 这种人比较有事业心 好 那如果你倒三角 表示你额头窄 那我家的二姐就是 这样子的 额头比较窄 但是这种人很有这个 美学的那个 那个哦 他算是艺术家的这个 这个 这个思维哦 他对美的东西 是很有创意的哦 那我要问问这个 刚刚他说他额头 好 这位 AGN NES G-O-H-A-G-N-E-S 老师不会拼耶 那我想问问你 你是不是对美的东西的 敏感度很够呢 好 Kelly 我看到你了 Kelly 好 卉卉 老师我是什么脸型 我觉得你有点远 耶 卉卉 所以你是米勒佛脸啦 你双下巴 那把那个双下巴的双 拿掉好不好 这样子格局才会漂亮 好 这个是灌乳 灌乳说 谢谢老师好开心 哈哈 哎呀 我跟你讲 见到我就开心 然后又会好命 对不对 因为你们每一次 都在开运十分钟的时候 都关注我们的老师们 在帮你们 这个在十分钟 教你们怎么开运 学会一点东西 然后观察一下自己 改变一下自己嘛 有缺失就把它改变一下 好 我们现在讲到额头窄 额头窄的话 就是三角形的脸 那三角形的脸的特征呢 就是额头窄 眉头小 就这个地方都很窄 很小 就压着了 好 那这种脸的 这个好命指数 只有五十分 但是他们非常有 艺术家的特质 对美学的东西 都很有感觉的哦 好 他们天生呢 这个很有 这个做事情的天性 就是很有决心 我喜欢的就做到底 我不喜欢的 我就是不做 他们就是有这种风格 所以有一点点 我行我素的个性了 他只要有兴趣的事情 他一定会坚持做到底 然后呢 把它完成 这个呢 基本上 应该说 三角形脸的人 他们会在他的个性 决定他的这个 好命跟不好命 所以 三角形的脸 脸的人 只有五十分 你们不要气馁 你把你那个 个性啊 我行我素的个性拿掉就好了 好不好 所以呢 你因为你们这种个性 导致你们有很多 这个在情绪EQ方面 会让你们的这个 个性又急躁 然后呢 又借降 没有办法跟人家相处 就不得贵人啊 你只要把你的个性拿掉 就有办法让你好命了 那五十分就添过去了 这个有点像 跟我们在前世今生 我们常常在讲 你只要知道你的缺点在哪里 那你就把它弥补过去 修改一下 那你这个脸型自然而然 它就会比较丰润一点 就会给人家感觉 就会带喜气 相有心生 这样知道了吗 我看一下还有谁 老师 左上额头 靠近发际线 有个小小疤痕 不过你有被头 被那个啊 被头发盖住啊 就没事啊 你知道吗 如果头发里面 这里有长智 是很棒的耶 嗯 这个藏起来的彩啊 好 准准准 对不对 好哦 你不敢讲我不准 哈哈哈哈 杨 杨 杨拼力 你不敢讲 对不对 好 老师 请问 其实有几 嗯 有几多种脸型 好 基本上呢 这个大原则就这四种脸 第一个是瓜子脸 他的好命指数呢 就是60分 再来第二种脸叫圆脸 这个好命指数就高了 米勒伯脸就是90分 再来国字脸 就是他的好命指数呢 有80分 再来就是三角形脸 比较弱一点了 50分 但是三角形脸 的人呢 你不要气馁 额头窄 你自己要把你的个性 这个稍微修炼一下 你就会把50分给弥补过去了 好 OK 那雨珍 老师 我是什么脸型 圆脸吗 老师看不到你耶 我点下去 等一下又发生差错了 我们老人家动一下那个 那个iPad很容易出差错 好 老师 如果左眼角有疤痕 这不好耶 去把它处理 现在医美很厉害啊 不好 好 跟夫妻有关系 婚姻有关系 好 好 这个是脆节 欸 我现在在开始讲脸型 这个 那个吗 痣吗 痣跟疤痕了吗 好 我缺点是蜘蛛心太强了 好 你会讲你的缺点 我觉得你有决心想要改变自己 很好 很难改哦 欸 老师这样子的 瓜子脸都可以长出肉 就是有改掉嘛 对不对 多吃一点就好啦 嗯 呵呵呵 好 那今天呢 我们介绍这几个 这个脸型 这是一个大标准 那我很希望每一个人呢 从自己的身上 的这个外型 哦 能够把自己的福分是什么 那我的缺点是什么 那么 所有的一切都是向由心生 我希望每一个人呢 能够修好自己 然后 能够把脸型改变 哦 这个是可以改的哦 哦 那每个人都是好命 哦 好 我们下一次呢 开一十分钟 我们呢 再见面